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還有這個日圓 就大家比較常用的這種 畢別的話 用外幣ATM是最划算的 有幾家銀行在外幣的ATM上 都有提領優惠 例如台銀外幣ATM 零日幣可以向現金賣出價 減讓千分之二 玉山則是以現金賣出價 減碼0.1分 兆豐則是取現金賣出價 和集齊賣出價的中間值 算起來都比零貴划算 另外專家建議 如果每一兩年就去一趟日本 可以直接辦日圓雙幣卡 減少會差損失 如果你很常到某個特定國家 去旅行 那像這種情況 我們就很建議 雙幣信用卡可能會很適合 那你在平常 它在低點的時候 你就分批的一直在換 所以你到這種 匯率高的時候 尤其像最近 匯率比較高的時候 那你在刷的是當時的匯率 這對你來講 當然就是有了加差 美洲貿易戰不斷升溫 日圓美元走升 但台幣持續走貶 23日收盤 灌破31.5對1美元 利用多元管道換匯 分散風險 減少會差政府帶來的衝擊 三線新聞中心 有代理會送報道